昨天啊 妈炸那个咸淡鱼 结果太咸了 妞妞就吃了一口 都不吃了 妈怕浪费了 就全给打扫了 然后呢 然后就hold着了 哎呀 你说妈这是何苦呢这是 哎 你呀 就不理解他们这代人 他们那代人呢 就是怕浪费 不舍得弄东西 明白不 哎 正好我买这桃 真可多了 让妈吃吃润润嗓子呗 哎 你买了多少啊 买了七个 完了 你信不信 这桃妈肯定不吃 妈为啥不吃啊 我发现你就不如我了解咱们妈 你拉倒吧 我是妈亲生闺女 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她呀 那也不行 我是女婿 女婿的基本任务 就是揣摩丈母娘 拉倒吧你 哎 这么的大姐夫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你说吧 等会儿妈如果不吃这个桃呢 嗯 那我就我就刷一个月的碗 你说话算数吧 算数 行 我要是输了 我就刷一个月吧 哎 哎 不是大姐夫啊 哎 妈吃不吃这桃好像 你都得天天刷碗吧 是吼 你这样没事 我要是输了我学个碗 那碗咋学 碗还不好学吗 你看 拉倒吧 你那学的不像 你那碗里有东西 啥呀 有颗肉丸子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别瞎说啊 我让爸听见爸不高兴 跟爸有啥关系啊 爸小名就叫肉丸子 哎妈呀 谁这么打蛋 打给爸起外号啊 妈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别说起来一下 妈妈 出来去水管了 来了 哎呀 哎呀 什么这是啊 哎呀 妈 你看看我买这桃好不好 哎呀 啊 这大桃 嗯 可真好啊 哎哎我会买东西吧 妈你看看谁生的姑娘啊 哈哈哈哈 哎呀姑娘啊 啊 这桃个个软软乎乎的哈 对呀都熟透了能不软乎吗 哈哈 妈妈妈你吃一个 哎都洗好了 你吃一个 买几个呀 七个呀 吃 哈哈那啥 妈不吃了 你们吃吧 啊别别 你们吃吧 妈你看你 你怎么不吃呢 你妈现在 不愿意吃这软和东西了 不喜欢吃这个了 哈哈 不是妈 我记得 您不是最喜欢吃软和桃吗 妈妈妈你吃一个 现在素素大了 那个有点添毛病了 不爱吃软的了 妈 妈妈妈妈妈 我觉得你正好吧 那个不舒服嗓子 这桃你吃一个润嗓子 妈妈妈你吃一个 妈你吃 哎呀对老姑娘 妈想起来了 那冰箱里头 上个礼拜还有好几个苹果呢 妈一会儿吃个苹果 吃个苹果啊 行 你们吃吧 哎哎妈那你先回去歇会儿啊 哎哎好 哎哎哎哎你过来 怎么样 输没输 输了 别忘了啊 刷一个月马 妈不吃这桃 我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致的呢 不是我跟你说 你这方法有问题 你信不信 这个桃 你大姐夫要给妈吃 她肯定吃 我不信 要这么咬吧 咱俩再打次赌 你说吧 如果妈等会儿能吃这个桃呢 那我就再多刷一个月的碗 连着刷两个月的碗 两个月 你说算数 算数 行 你看你大姐夫的 你们这智商啊 我跟你说 来 你咬一口 我咬什么呀 你快点咬一口 你快咬 咬 嗯 好了 妈 妈 哎啥事啊 妈 哎呀你说这咋正啊 妈你看 妈你看 妈 你看这么好的桃 啊 小米粒 吃了一口 人家不吃了 啊 你看妈你坐 你看啊 她说了 说这个桃啊太甜 没有酸味 不符合她对桃的审美 你这把嘴 我说小米粒啊 你不酸你还不吃 你还想吃啥呀你啊 啊 你呀你呀 胯都有俩钱 不知道咋嘚瑟了 妈我那个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你们馋还好意思说话 妈你看这小米粒 你咬这么一口 你别人也不好吃了 就这样把它扔了吧 拿回来 外家的孩子们 你们不吃 我吃 哎妈妈妈 你这样吧 您给我 我把这桃掰开 完了我把里面那壶给扔了 哎呀 壶可不能扔 我屋里显个花盆呢 一会儿我把她种上 哦 好好好 慢点吃妈啊 来 慢慢吃慢慢吃 谁骂呀 街坊邻居们 我厉害不厉害 怎么样 厉害 我服了服了服了 你过来过来 那米粒 就借这个机会 大姐夫还得跟你说两句 平时大姐夫也不好意思说你 你这嘴呀太馋了 你有时候吃完的东西 就吃那么一点 巴 你就不吃就扔那儿呢 你知道这东西哪儿去了吗 扔了呗 什么扔了呀 妈吃了 啊 妈把我生的那些饭菜 一个人全打托了 这是万一她吃不了 不是还有你大姐夫吗 我负责打托 这以后得改改这毛病 听见没 对 那个我回屋反省一下 你等会儿 你别回去 你别回去 你这中午吃完饭 这碗还没洗呢 还洗碗 以后俩月连着洗 听见没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这一天哪 把俩的腿都要溜细了 行了就别臭美了 出去买东西 那高兴的事 累就累呗 不是给我俩买的 都是给妈妈买的 对呀 给妈买的 你看还买两件的 你看好不好看 哎呦好看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 哎 你看这好不好看 我觉得好看 我给咱妈买两个 对 哎 看看 嗯 又来俩乱花钱的 啥就乱花钱 给妈买就乱花钱的 哎哎哎 这 你们还别说啊 人小米这说这还是有道理的 你们信不信 给妈买这衣服 妈肯定不要 为啥不要啊 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 你这样吧 你们把这个事交给你大姐夫 对吧 你大姐夫来给你们完成这个任务 好不好 我让妈穿 妈就能穿上 咋的 咋的不咋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这实力 来媳妇 你穿上 哪哪哪哪是你的 我慌的嘎的 那是我拿来 孝敬我妈的 拿来孝敬你妈呀 啊不是 孝敬你媳妇啊 哎呀 二敏你到现在 你对你大姐夫这个认识还是不够 你大姐夫现在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就我这智商 小米 介绍你让你大姐夫的智商 啊那个大姐夫心耳朵听她的 什么心呀 智商高 你心一样 来来来 你穿哪样 这下穿上来来来 二米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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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大姐穿上快 别啊 妈 妈 哎 妈 哎呀妈 你看那个二米啊 和大米他们又去买衣服了 你看买这衣服 哎呀我说你这俩丫头啊 那大人都没事 怎么老往家买衣服呢 三天一件两天一件 买那些有用吗 是 妈 那个他们还想着我呢 给我也买了一件衣服 你看 这给我买了 还有这个呢 给我买给我买 还有这个 但是妈你放心啊 就这件衣服还有这个呢 都没花钱 人家这个是买衣送衣 这是白送的 哎呀白给的 白给的 哎那可快好了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妈 这个我穿的确实 我觉得不合适 哎呀 就穿上试试 万一它好看呢 对呀 那好好看呢 让妈看看 好看吗 行吗 黑白滑 挺好的 行吗 挺好 看着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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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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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看起来这是 来俩啥玩意儿啊 好看啊 啥子现在鸡毛馅都成精了哦 什么成精不成精 你俩干啥呀 我们拿这买的衣服 美不 你是美 都美出离顿套了 你俩要是乐美就在屋里 嘚嘚嘚嘚嘚就行了 千万别除这个门啊 为啥呀 让你去看着 你爸这老脸还打算再用几年呢 我听明白 妈 我明白了 就是爸说呀 这衣服是不好看 是吧 那个 但是这衣服咱也没法退了 因为人家是买衣送衣 对吧 哎呀 你说这衣服就买完了 花了钱了也退不了 你这咋整 咋整 就是退不了了咋整 这扔了呗 扔了 拿回来 我这俩败家孩子 你们不穿 我穿 等会儿 这里边好像有事 小明星你过来了 啊 什么情况 没情况 说实话 那个我大姐二姐给我妈没两件衣服 然后呢 然后怕你妈不穿 你们就演个戏 然后让你妈把衣服穿上 是那回事不 嗯 这衣服谁扶啊 孩子们 你们给你妈买衣服 这是对你妈的孝敬 想法是对的 但你们能不能有点计划呀 没了 你们三天两头就给你妈买衣服 今天买 明天买 后天还买 弄了你妈那么多衣服她穿不了 你知道她都弄哪去了吗 扔了呗 她能舍得扔吗 扔舍不得 放在柜里她又不甘心 看见没 她都穿我身上了 你让大伙看见她 看她 她舍不得穿 就往我身上套 这是一回穿一件 一天换三遍 渐渐都有花 花上还有亮片 不管什么天出去 我都把自己捂的留言呢 就有一回 就这一个扣没扣 叫邻居发现了 你知道你爸现在在小区里的外号叫啥不 叫啥呀 老花头 哎呀孩子们哪 其实啊咱现在生活富裕了 兜里是有钱了 但是啊也不能浪费是不 你们给爸爸妈妈花钱 我们高兴 但是买点有用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上个月 二米粒给我买了一大盒子保健品 那才叫好东西呢 是是是 哎老头子 可是有一个事我一直纠结 啥事啊 你看吧 那个保健品 从我看不见就起黑瓶 从我看不见就起 你说起来吧 他不多喝 喝一小口就放那儿了 哎呀 你问我呀 怕这些东西着急了白瞎 我就得打扫呀 谁干的 哪个臭不要干的 我干的 妈 我知道那是好东西 我想让您多喝 我怕您舍不得 所以我每次啊 我就趁您不背的时候 我就打开一点 完了我就弄那么一小口 放到这儿 完了您过来一看呢 怕浪费 您就喝了 我是想让您多喝点 对您身体有好处 哎呀我的好姑娘啊 你说我这心里头一直行 你爸干的事呢 哎呀姑娘啊 哎呀你孝敬妈呀 妈心里灵了 嗯 可是你悠着点行不 你这一天就起五瓶了 哎呀妈这肚子也受不了啊 没事儿 那保健品是吧 多喝点不要紧 不是 赵刚子 啊 你知道那是啥呀 你就一天五瓶五瓶的啊 中老年保健品呢 那是给中老年妇女 增加磁激素的啊 增加什么的啊 增加什么的啊 刺磁磁激素 增加磁激素的 刚子啊 你是个男人 你咋啥都敢下嘴啊你 大娘啊 啊 我这一天喝五口 连着喝了一个多月 就量挺大呀 啊 我最近你 你没发生啥变化吧 哎 我发现你这皮肤好像细腻了 是是是是吗 哎 大姐夫 啊 你别说我发现你好像 怎么越来越羞气了呢 是吗 嗯 大姐夫我发现了 你最近的伤线呢 是越来越窄了 声音是越来越窄了 是是是 是 他们 嗯 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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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妈你吓死我干啥呀你啊 化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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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你的情话上一万 你知道你挂哪个啊 汪 一人咱 ninety esh 哈哈哈哈哈 哎呀 跟你有 initiated 開个玩笑 爸 诶 儿女的一份心意 淘到这给咱吃了吧 孩子们的孝心 Linkedınız 那里了 别舍不得 吃 tragen 啊 来 来这个 啊 来这个 拿笔 來这个 我没了 哈哈 哈哈哈